我會死了 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 今天想看部好影集嗎? 這次要介紹的,是受到了大家高度期待的影集《李師朝鮮》的第二季 我們在之前推出了兩支影片 分別快速回顧了第一季的劇情 以及解析了第一季中的三大懸念 後來在看了第二季之後發現 那一支預測的影片裡面的內容竟然意外地準確 不只猜中了《叛徒》、《黃飛》、《喪屍》、《喪屍》 這三大懸念的答案 而且還成為了第二季中主要的劇情發展 所以今天的節目我們想要延續第一季解析的主軸 帶你從《公鬥》、《喪屍》以及《歷史》 這三條主要劇情線中理解第二季的精彩內容 並且在影片的後半預測一下第三季的走向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 請先打開字幕訂閱我們的頻道並且按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新影片上限時的通知了喔! 如同我們之前解析的 在第一季裡的公鬥戲碼主要包含了以下這幾個環環相扣的爭鬥 而在第二季裡 公鬥則演變成以下幾個重點 在第一季接近尾聲時 為了要封堵在東埋爆發的喪屍疫情 領向趙學柱封鎖了慶上北道的關門 並讓世子李蒼一群人獨自在慶州議程 面對因為進入冬天而不再害怕太陽的大群喪屍 自己則率領了軍隊坐鎮文慶鳥領 世子在安炫等人的協助之下總算擋住第一波攻勢 但是議程內人少良缺 絕對無法守住源源不絕的喪屍 於是李蒼決定跟少數幾個人連夜趕到文慶鳥領 打算制服趙學柱 不過趙學柱老謀生算 早就料到了李蒼會來找他 偷偷將已經喪屍化的王運到了文慶鳥領 並且設下陷阱讓李蒼獨自面對喪屍王 讓他在別無選擇之下砍下了王的頭 趙學柱正好趁此機會坐實了李蒼親手殺死父王的罪名 這條毒機一石似鳥 除了讓趙學柱名正言順地把李蒼從世子一下貶為真正犯下死罪的人 又抱了他的殺死之仇,還除掉了眼中丁安炫 更將自己即將出身的外孫推上王位 正當趙學柱置得意滿以為自己的計劃成功之時 卻被不惜以死戶主的安炫與李蒼的人反江一軍 遭到自願喪屍化的安炫咬傷奄奄一襲 而李蒼則趁機揭露了趙學柱利用生死草 讓死去的王復活變成喪屍的罪行 成功地收服了當地的將領與士兵 並且開始規劃反攻漢陽 在此同時,假懷孕的王妃原本以為自己可以瞞天過海 搶奪別人的孩子冒充王子 但此事卻被漢陽城內精明正直的育營廳大將給發現 並且跟提吊大監抽絲剝繭 得出了王子的血統可能有問題的結論 間接影響了趙學柱與王妃原本權傾朝廷的情勢 當趙學柱被救回漢陽 發現外孫並非皇族李氏與海元趙氏的血脈時怒不可惡 揚言要殺死孽種、暖禁女兒 王妃於是痛下殺手把父親堵死 徹底擺脫了趙學柱的控制 不過王妃雖然很毒卻很莽撞 對於父親死後要怎麼處理後續並沒有計劃 因此後來李滄勾入皇宮 王妃掩看自己大事已去 竟然放出深藏在宮中地窖的喪屍 打算來個玉石俱焚 經過了九死一生的慘烈抵抗之後 李滄等人逃過一劫 並且成功地把宮中的喪屍消滅殆盡 正當一切看似落幕 李滄卻做出了驚人的決定 要讓倖存的假王子繼承王位 自己則對岸宣稱 跟王和王妃一起死於瘟疫 一轉眼時間來到七年之後 朝鮮在新的誘往以及一眾大臣的輔佐之下 逐漸恢復生機 李滄則帶著徐飛前往北部 調查生死草的來源 以及尚未被解開的秘密 到此為止精彩的宮鬥終於畫下句點 而至於李滄為何會放棄王位 待會我們會在歷史的劇情線中深度解析喔! 在第二季裡 我們終於發現了喪屍疫情背後的主因 其實並不是病毒 而是一種寄生蟲 在第六集的最後 醫女徐飛也很貼心地幫我們整理出來了這種寄生蟲的幾大特點 會控制死屍的腦部 不喜歡高溫 非常怕水 不一定會傳染 根據徐飛多年來的近距離觀察 這種寄生蟲喜歡把卵產在生死草的葉片上 而當牠們進入人體時便會朝著人的天骨 也就是腦部晉級 在過程中被感染者會因此而死亡 死亡之後寄生蟲則會控制天骨,讓肉體恢復行動 這些被復活的怪物會失去意識 不斷追逐著活人的血肉 雖然視力模糊但仍有方向感,甚至還能跳躍 而因為是被寄生 宿主寄成了寄生蟲原本的特性 包括不喜歡高溫,以及非常怕水 所以在夏天炎熱時即不會活動 秋季跟初冬只有在晚上變冷時候活動 最冷的冬至到立春則不分昼夜都能行動自如 至於第一季觀眾最為好奇的感染問題 徐飛則是以寄生蟲的活動力作為解答 他判斷這種寄生蟲在剛孵化的時候並沒有太強的活動力 因此必須要將草的枝葉、沾魚針上插在死人的硬糖穴 也就是額頭,它們才能順利進入天骨,進而讓屍體復活 但即便寄生蟲會隨著咬傷轉移到活人身上 卻因為活動力不強而無法殺死宿主 也無法侵入它們的天骨進行控制 而這也是為什麼趙雪柱被安炫咬傷之後沒有死亡 更沒有變成活屍 因為安炫是徐飛用原始的生死草上面活動力較低的寄生蟲復活的 但是當這些蟲受到高溫刺激時,活動力會大幅增加 因此當初在持綠宣裡的病患 就是吃下這些被高溫處理過的蟲之後 才會瞬間死亡並且極具傳染力 但是如果活人被寄生蟲感染 只要在還沒死亡之前就泡在水中的話 寄生蟲就會因為害怕水而紛紛從體內端出,人也會立刻痊癒 不過這裡有一個小問題 就是在持綠宣裡永幸把丹兒的屍體煮成湯 照理來說,當時的蟲就會因為進入水裡而離開屍體才對 因此我們推論,寄生蟲的弱點正確來說 應該只有溫度低的水,而溫度高的水反而會讓它們更為活躍 至於怕火這個弱點呢 我們覺得應該是寄生蟲只是討厭高溫 因此喪失本能地會躲避火源 最後傳染這個特點還有一個值得探討的地方 但就是根據徐飛的觀察 天谷尚未完全發育的嬰兒 即便是被高活動力的蟲感染也不會受到控制 不過這一點很有可能會被推翻 因為在第二季的最後我們發現 七歲的新王在嬰兒時雖然被咬傷 但是沒有變成喪屍 可是蟲卻在他的身體裡存活了下來 在第二季的最後 徐飛雖然破解了許多生死草與寄生蟲的秘密 但似乎還有一些他無法理解的事 老實說我們覺得 這個喪屍感染的規則發展到第二季有點太展開了 雖然可以理解因為是古裝劇 所以難以讓角色們解釋細菌與病毒 畢竟還沒有工具與知識去理解 但因為感染與存活的規則太複雜 反倒讓我們一直注意到這些邏輯和細節 希望到了第三季不會又推翻第二季好不容易弄懂的東西才好啊 《李氏朝鮮》雖然有部分參考了歷史 但仍舊是一個虛構的故事 而第二季中跟歷史相關的劇情線則環繞在以下幾個重點 《三年前抵擋日軍入侵的真相》 《原子的血緣真相》 《李倉選擇退位的真相》 如同我們在第一季的解析中預測的 影集開始三年前日本侵略朝鮮的戰役 的確是趙學柱與安炫靠著生死草 打造出一支500人的喪屍部隊打贏的 但這500人卻是濫殺勇進家鄉的村民而來的 而安炫也始終被負責罪惡感 後來更甘願成為活施來贖罪 根據我們的推測 安炫因為殺敵有功而權勢開始超越趙學柱 因此為了鞏固海原教室的勢力 趙學柱計畫讓女兒成為王妃 並且寄望於她能夠生下皇子 取代宿主的李倉成為世子 後來王妃流產為了怕父親責怪 便跟哥哥密謀假裝懷孕 最後奪取了李倉的護衛五英的兒子作為假王子原子 趙學柱雖然狠毒 卻出乎意料地忠於李氏朝鮮 並且對於血緣的陣統非常執著 因此當她發現 女兒想要用非王室血脈的嬰兒假冒王子時極力反對 甚至還打算找被流放的前皇族魯成君的後裔來繼位 但卻被不計手段的女兒給殺死 後來一切結束 李倉在存放李氏朝鮮歷代王的畫像中的奎章閣中 找到了徐飛以及原子 在確認了原子並沒有被感染之後 她向在場的眾大臣要求讓原子繼承王位 自己則在史書裡被寫成跟父王母後一起死於瘟疫 而前一幕奎章閣裡 歷代王的畫像遭到鮮血噴錢髒污的畫面 也暗示了李氏朝鮮接下來的命運 李倉之所以選擇退位 主要的原因就是她知道 雖然趙學柱的奸妓被揭發 但是自己的確親手砍下了父王的頭 以當時的民情與局勢來看 不管李倉接下來多麼優秀 還是不能杜絕眾人悠悠之口 而且弒父這件事勢必會被有心人操弄 讓朝鮮的國情再度陷入危機 因此我們推論 李倉從砍下了王的頭的那一刻開始 就知道自己絕對無法繼承王位 也因此才會在第四集裡面 在回漢陽城之前會先去找被流放的唐書 作為替代自己的備案人選 而後來當李倉發現原子還活著的時候 她改變了主意 比起找回早就被流放的魯成軍後裔 眼前這一個雖然實質上不是血緣陣統 名義上卻是王子的嬰兒更加適合當王 在不知情的百姓和大眾眼裡 原子不只是王的兒子,更是海原兆氏的後代 只要能確保他被對的人給輔佐 不只能夠杜絕眾議,又能夠安撫海原兆氏 是這一個分崩離析的國家此時最需要的安定 而這也是李倉作為世子,能夠替李氏朝鮮 做出最後也是最大的犧牲了 雖然第二季看似將前面12集的《喪失危機》主軸劃下了句點 但最後的半小時卻又展開了新的故事 替接下來的第三季預留了發展與想像的空間 我們根據目前的資料來推測 第三季應該會主要環繞在以下這幾個重點上 七年之間的細節 生死草的秘密 全智賢的身份 原子的發展 以及一切背後的主謀 首先,李倉在決定退位之後 應該是花了不少時間穩定政局 當畫面轉到七年之後 魯成軍的後裔也就是李倉的唐書 當上了右翼鎮 左翼鎮則是由海原兆氏的趙凡巴擔任 李氏朝鮮也如同李倉所盼望的,慢慢重新站了起來 但是這個過程應該是在第三季中會有更詳細的說明 或是用回顧的方式讓我們得知這七年之間發生了什麼事 再來,李倉跟徐飛在調查生死草的時候發現 這種食物已經在上週以外的區域開始蔓延 而他們更發現 這種草並非原生於朝鮮境內 而是一名商人在中國經商回生時在壓力加上買來的 原本他以為能讓人死而復生的藥草能夠大賣 但沒想到罰人問清 他便隨意把生死草拋棄 卻出乎意料地茂密生長 我們覺得因為氣候的差異 生死草已經寄生蟲,到了朝鮮境內之後應該是有發生一些變化 因此跟原本中國的版本可能略有不同 而第三季的重點應該也會描述生死草的起源 並且揭露寄生蟲最初是如何附著在生死草頁片上的 至於到了第二季最後一幕才出現的全智賢 我們覺得他很有可能不是朝鮮人 而是原先就留意著生死草會引起的活屍病狀 並且跟著生死草的足跡來到朝鮮 從他俐落的裝扮與扮相看來 我們推測他應該也是個活屍殺手之類的角色 並且以阻止疫情擴散為目標 另外第二季的最後,年幼的原子雖然沒有出現喪屍病症 但卻在睡夢之中看到有蟲在他體內爬行的跡象 是否暗示了原子可能會發病之外 更說明了寄生蟲有可能在不同的宿主中發生了新的變化呢? 最後我們覺得王室內的宮鬥並沒有真正的完結 因為劇情並沒有交代當初的衣冠李承熙 是如何得知生死草能讓人復活 是否是被有心人刻意提供的呢? 如果結合歷史上明朝協助朝鮮打敗日軍的事實 以及生死草來自中國的線索 會不會這一切都是明朝的陰謀呢? 而魯成君的後代雖然表面上成為了重臣 但知道原子並非王的血脈的他 是不是也正打著別的算盤呢?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這部影集了呢? 我們非常喜歡這次第二季的氣氛與節奏 也覺得還有很多伏筆值得探討 就讓我們一起期待完結篇的第三季吧! 我們每週都會有新影片更新 除了訂閱和按小鈴鐺之外 也歡迎到Facebook、Instagram以及Line上面追蹤我們 收看更多《那些電影教我的事》!